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一款米粉松饼 只需要将材料混合,用平底锅来做就可以了 我们在盆中放入60克捐豆腐 就是嫩豆腐 8克白糖 9克植物油 我这里用的植物油是橄榄油 家里面有的味道淡一点的油都可以用 再加入30毫升清水 这里可以用牛奶或者豆奶代替 将这些材料充分混合到一起 然后再加入70克米粉 加入3.5克泡打粉 再一次搅拌均匀 将所有材料混合好以后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有一点干 像我平时做松饼的话 会比这个要稍微稀一点 可能是因为米粉它吸水量多少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来给它做一下调整 我刚才加的是30毫升清水 我们再来给它加10毫升 完全参考食谱来做的话 还需要给它加入3.5克米醋 不喜欢吃酸味的 我觉得可以不用加 我完全是参考它的食谱来做的 我们看一下做出来这个味道会怎么样 将它和成这样子的一个流动的状态 就比较好了 好 混合好以后 我们就直接上锅煎了 用勺子将它一个一个的放入 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煎 一面煎5分钟左右 好 煎的时候我们注意观察 颜色煎黄就给它翻一面 这个颜色好像还不是很黄 没有关系 我们先翻一面 等一会儿来回翻面的煎 我火力开的有一点小 大家可以稍微将火力开大一点 两面煎黄就可以出锅了 煎成自己喜欢吃的颜色 你还可以将它颜色煎得再深一点 好 我现在来尝一下这个好不好吃 好 将它分开看一下 按照这个比例做出来 虽然不是很甜 但是特别香特别好吃 嗯 真的特别好吃 这个我形状没有给它弄好 煎出来样子不好看 但是味道确实很好吃的 吃了一个还想吃第二个 它这里面特别的松软 嗯 嗯